HDR-Fury VRR Rune 嗨大家好 现在来展示一下我们最新的HDR-Fury VRR Rune HDR-Fury VRR Rune HDMI 2.1的功能 我们在设定这边可以看到电视的选项 4K 它已经可以支援 如果你的电视机已经可以支援4K 120 即便它是没有办法执行杜比Vision的 例如Samsung的电视 那透过我们的LLDV转成HDR 就可以支援杜比世界 然后也可以支援4K 120的游戏 杜比的游戏 可以完全全面的支援 那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就是说它的声音的输出 在这一个版本中 我们已经涵盖了两个系统 一个是EARC的系统 就是说有一些SUNBAR只能接EARC电视的 那在我们的右手边的输出 可以接到我们 例如这个代表性的SUNBAR 就是SONUS ARC 只有一个HDMI的接口 那另外左边的那个输出 可以接到一般的音响 那这两套系统也是全部都支援的CEC 可以用电视机或是例如Apple TV的遥控器来控制音量 那这两个声道呢 出出是不用选择的 它是同时可以运作的 小朋友才要选择嘛 我们是让你全部都可以拿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播放的 小时候我们现在播放Apple TV 这个Apple Plus 这个Active Plus 是有支援Automus的 那可以看到我们左下角 它的声音控制呢 你可以用你的电视机 你可以发现 SONUS ARC 跟音响的 是同时可以被控制到的 一个同时 当然你接一个系统也可以 当然是我们这边是让你两个系统都可以接的 OK 再回来 我们再回来Game的时候呢 这个Game呢 这个Game也是支援Dubish Dubi的Automus全景声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在App上看到是 SONUS的是Automus 然后音响也是Automus 那一样也是可以控制大小声 在Game的模式下也这样子可以 那也支援4K120 这是我们第一版本的VR-Rune的介绍 那更精 现在来展示呢 在VR-Rune接Apple TV的设定画面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VR-Rune也是可以支援 4K杜比世界跟4K的全景声 那当我们进到影片播放的时候 因为 SONUS ARC是没有办法有附遥控器的嘛 所以我们就是用电视机的 或是用 Apple TV的遥控器 像在这边我们举例 我们是用Apple TV的遥控器 那设定是用CC的控制 所以当我们在做大小声的时候 可以发现 它是两个系统都是可以动的 EARC跟音响都是能做动作的 相对的你也可以用你的电视机的遥控器 只要你开启用CC的控制 它都是可以动作的 同时都可以动作的 所以VR-Rune是可以让你在 同时可以接你的SONUS ARC 跟你的音响都是可以同时输出的 不需要做任何的切换或选择 同时输出 谢谢观赏